今天要來去長龍播音7879 長龍這次真的非常大熟悉 你從各個的報章新聞都可以知道 這次長龍商務艙的椅子 是用P&W的設計團隊下去設計 聽說一張要價500萬 那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每張座椅都跟雙B爆特一樣貴 超貴 而且這次的設計跟之前的有蠻大的不同 大部分的商務艙設計都是反於股市設計 那這次的感覺上是比較防震 所以我非常期待 今天會跟我一起拍手航的 好比的話我現在要去機場導達 現在天色非常昏暗 如果沒意外 單單應該也會出現 所以今天也蠻多youtuber會一起去拍 發現彼得霸 發現彼得霸 嗨 good morning 皮德今天是你第一次做商務艙對不對 對啊好興奮喔 其實我跟你一樣青春真的 超開心的 不可能你一定習慣了 我沒做過七八七你還做過 我做過七八七 對啊我記得你做過 我做的是八 七八幾八 八比較小 然後今天我跟皮德都會拍一支影片 我會在片尾加上皮德影片的連結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去看喔 我們去登機了 今天登機們可能會有活動可以早點到 好幾點 應該是十點十分 應該大概九點 九點以前還是八點半就會有人在那邊 喔好啊今天有什麼活動 好像就是一些 因為是今天第一次首行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公關的活動 喔好謝謝謝謝 爸爸你有沒有注意 我們後面好多學生妹喔 這個變態 不得不入一段嘛 我很少走進來 裡面都穿制服的耶 而且老爸剛才還特別提醒我 欸好多日本學生喔 對啊日本學生 欸很難得看到機場 裡面那麼多都是穿制服的 而且都是講日文 心動了嗎 我沒有特別的遐想 只是覺得特別 你不要一直誤會我好不好 我為人是很正直的 呵呵呵 我們遇到了丹丹 她是波音迷 我覺得整個Youtube界啊 對飛機最了解的應該就是她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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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hen the darkness is over 謝謝 你好 老闆歡迎達成 謝謝 你好 嗨Lens 嗨 我們要搭七八七的首行啊 大家好 快一點看一下所有女兒子也是6K 我天哪這真的是我有史以來經過覺得最棒的商務場 一進來那感覺我很難形容等一下我介紹給各位看 我剛坐下來他就拿了一個啤酒然後毛巾還有海苔跟別人 先喝一下再說 他一上來他就跟我講說我這邊可以置物 這邊有一個非常不錯的置物空間 這是強到重點啦就是整個座位的設計 我覺得跟那個凡魚骨式的設計真的很不同 他整個空間的寬敞度啊真的感覺都不一樣 然後這邊可以放你的眼鏡啊或者是 我看一下我的相機 我的A6500居然也放得進去耶 然後這邊有附一個耳機等一下再來打開看一下 然後我們先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這邊是一個遙控器 我拿起來稍微看一下 哇這個解析度我拉近一點給各位看 你會覺得它的解析度啊比以前都好非常多 這應該是我遊戲來看過解析度最高的遙控器 再過來一點呢這邊就是耳機了 這邊就是調座位 這個應該是按摩吧 這顆鈕我來試看看 它不是那種很大的感覺 就是你有感覺它在前後動的感覺 所以那個按摩就是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再來這邊有個燈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像是關 按下去 這邊就會亮 所以這是一個間接光的概念 然後這邊是前幕打擾 然後再來這邊就有一些調整座椅的地方 這次比較特別是說 座椅除了這邊可以調整之外啊 這邊也有調整的地方 就是讓你躺下的時候啊不會這麼難按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設計 因為這次的平台啊 比我過往搭過所有商務艙的平台都大 就是在還沒有打開桌子之前 所以你會覺得它很方正 所以不管擺什麼東西啊 各方面來講啊 其實都非常的舒服 再過來這邊呢就是放一些雜誌的地方 那雜誌的旁邊呢就是一個電視 這個電視啊聽說有18吋 好謝謝 這個電視好像是不能移動的 因為我不敢太大力 不能一下子就把500萬給弄壞了 解析度的話 目前來講是看不出來 因為它放的圖案的解析度不高 等一下如果放影集 才有辦法知道說 它螢幕的解析度夠不夠 剛才空姐啊拿了一個菜單給我 我等一下再來看 我們再往桌面底下看 這邊也有一個置物的空間 這個置物看見它非常的深 真的超級深的很棒 啊這是這次送的手航禮 是個波音787的保溫瓶耶 非常不錯 之前我飛別的航空的手航 都沒有送到這麼好的東西 長龍真的很用心 把它放在這裡應該剛剛好 放下去啊還夠長 所以這真的很深 現在我的屁股啊是頂到最後面的 如果我把腳伸直啊 我估計啦 其實底下只差不多40公分 所以它整個位置是非常大的 這邊還有個燈 我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真的是比以前細緻很多 整個質感用起來 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對啦拿才剛上飛機 可是這真的是 有史以來我做過最好的商品 我很難形容耶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很低調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很多商務艙它的顏色什麼都太花 長龍這次的選色比以前更低調 本身做的這個材質 你看起來是綠綠的 其實它帶有一點點金粉 那個感覺是很隱約的 所以它就有點那種低調的感覺 這次啊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它床物的調整 總共有五段 那往上就是現在是最亮的 那如果你往下 按下面這個灰色的 哇 有沒有覺得 瞬間變暗 我試試看它到底可以變多暗 欸超酷的 這可以 這個我非常喜歡 哇 超棒 那我再把它調亮 連我坐過這麼多飛機 我都覺得這個真的好好玩 因為我第一次坐787 也許現在787真的已經很多了 可是 就是我第一次坐嗎 還是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看到還是什麼 你看 好 也是 一些 太一 有 現在飛機啊正在加速 我是用這個BMI在收音 不過你可以發現啊 這個聲音啊真的非常安靜 安靜很多 我相信我的聲音一定很清楚 這是我目前坐過最安靜的飛機 現在離地正離地 你看真的非常小聲 好小聲 這次的餐桌設計啊也蠻不一樣的 這邊有個按鈕 我把它按下去 就會彈出來 然後它是整片的拉翔 可是我覺得它有一個設計蠻棒的啊 你也不用擔心這樣子出不去 你只要把這個椅子弄低一點 人還是一樣可以進出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好 常常會有用餐用到一半想要上廁所啊 講到這邊我會有點想上廁所 再看看 大家會怕 有問題 有問題 在這裡 等到這裡 You're my heart